黃珊珊 黃委員 檢調單位不傳你 不代表你就沒有相關的介入 就金華城的案子 你不要再顧左右而言 他更不要轉移焦點 雖然目前看起來沒有你的事情 但是貞擇在大巨蛋裡面 你沒有角色嗎 2018身為台北市議員的你 居然可以做雙存論團 主桌跟沈晶晶坐在一起 跟柯文哲坐在一起 這個東西讓人家可以聯想到很多的連連看 所以我希望黃珊珊 黃委員 您現在被你黨中央停權了 那你就做一個陽春立委吧 擔任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你是那麼認真 那麼的專業 為什麼到了要幫金華城講話的時候 卻變得完完全全沒有理由 而且完完全全沒有邏輯 你是為了想要當民眾黨黨主席 導致於現在這個情況嗎